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忠杰 欢迎来到流行音乐和声学 在前面四个教程里面呢 前面四个教程我们包括了三个常规的教程 讲了和声的五度续静法则 二度法则,三度法则 以及它们的混合运用 在第四个教程里面呢 我们讲了和弦的扩展法 也就是和声结构纵向替换法 在第四个教程里面 我们首先讲了和弦的第一转位替换 然后是和弦的第二转位替换 接着呢,我们讲了加音和弦的替换方法 然后呢,我们进入到干线支线理论 使用自然七和弦代替原位的三和弦 这是干线支线 接着呢,我们讲的是比较高级 比较深入一点的课题 就是用变化和弦来代替原位的三和弦 那么变化和弦呢,具体的呢,它有很多种啊 在第四个教程里面呢,我们讲的是第一种 使用大三和弦或者大三小七和弦 这样两种和弦来代替原位的三和弦 这是第一种 那么在这样一个教程里面呢,我们要讲第二种啊 第二种,用含变化五音的和弦代替同级的自然三和弦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讲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概念 含变化五音的和弦 实际上呢,大调的每一个自然三和弦啊 或者同级的三和弦,大三和弦 都可以通过身高或者降低五音的方式 第五音 获得一些高紧张度的变和弦 在我们流行音乐当中,经常啊,运用这一类的高紧张度的变和弦 来代替同级的自然和弦 或者呢,紧张度比较低的变和弦 来增加我们和弦的张力啊,张力 那么,含变化五音的和弦呢 它有这么几种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是用增三或者增三小七和弦 代替同级自然三和弦 增三或者增三小七和弦 代替同级的自然三和弦 前面呢,我们讲的是大三啊,和大三小七 那么这里是增三或者增三小七 大家记住增三和弦的结构呢 它是两个大三度构成的 两个大三度 那么这个增三和弦呢 它可以看作是主调升高五音的鼠和弦 我们鼠和弦本来是大三和弦 然后我们如果将五音升高的话 鼠和弦就变成了一个增三和弦 增三和弦 那么就是升高五音的一个鼠和弦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具体的这个和弦的运行呢 和弦的语汇呢 有下面这么几种 和弦的语汇 最常见的呢 就比如说我们鼠和弦进行到主和弦 鼠和弦到主和弦 好,这个呢是鼠和弦到主和弦的进行 如果我们升高五音 那么这就是一个V加 V加 五级鼠和弦的增三和弦结构 好,我们进行到 进行到主和弦 半音上去 这里进行到这里 这个音保持不动 好,那么这个呢 就是V加进行到I的进行 那么我们继续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可以使用V加7 也就是增三和弦的 七和弦的形式 进行到主和弦 那么我们就要在这里呢 加上一个 好 同时我们在声部进行上 加上这个 那么这就是一个V加7 进行到I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 比如说在进行上 二级和弦 进行到五级和弦 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 首先我们写出根音 二级到五级 好 二级呢我们使用增三和弦 首先构成一个大三度 接着再构成一个大三度 好 然后这里是 数和弦 注意声部进行 半音进行到这里 半音进行到这里 共同音不动 好 我们也可以使用七和弦 使用七和弦 那么这个就是七和弦 好 声部进行 半音进行到这里 那么大家应该注意到 我们使用了增三和弦以后呢 这个进行呢 往往带有半音的进行 半音的进行 半音的进行呢 通常是比较流畅的 比如说这里 深A音到B音 半音 C音到B音 半音 深F音到G音 又是半音 很多的半音进行 这样的声部进行呢 就比较流畅 比较流畅 那么大家呢 还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 很多很多 比如说六级到二级啊 三级到六级啊 那么可以把相应的和弦呢 改换成啊 加和弦 也就是增三和弦 增三和弦 增三和弦啊 包括增三小七和弦 和其他结构复杂 音响不和 不协和的和弦呢 它们与前后的引入 或者解决和弦 连接的时候呢 构成强烈的反差 构成强烈的反差 由两种处理这个反差的方式 会导致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有意识的增加这种反差 就是将不协和性 发挥到极致 这种办法呢 是将性质迥然不同的和弦 直接对质 也就是直接放在一起 造成这个前后和弦 在紧张度和音响色彩上的 线云对照 比如说 一级和弦到鼠和弦 再到一级和弦 那么中间我们插入一个 V加 把鼠和弦改造成增三和弦 那么这就是将性质迥然不同的和弦 直接对质 那么前面我们刚才举过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组和弦 这是一个V加 然后这又是组和弦 这个呢 就是造成前后和弦 在紧张度和音响色彩上 有一个鲜明的对照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有意识的减弱这种反差 办法呢 是将较为单纯的和弦呢 作为铺垫啊 按照先三和弦 后多音和弦 七和弦 先自然和弦 后变化和弦 先是低紧张度和弦 后高紧张度和弦 按照这个原则 一次一次的 渐进排列 那么这种排列方式呢 和声的色彩呢 变化层次非常的丰富 和声的紧张度呢 逐步的提升啊 逐步提升 一旦到达顶点后呢 一旦解决了 具有很强的爆发力 爆发力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一个比较长的例子 七到三到六到二到五 这样的例子 我们按照先三和弦 后多音和弦 先自然和弦 后变化和弦 我们先用常见的 这是一个自然的啊 好 这是个自然的七级和弦 自然七级和弦 我们进行到 我们进行到三级和弦 这是一个三和弦 那么我们首先用 自然的七和弦 自然的七和弦 三级和弦来代替 我们原来的三和弦 七和弦 好 这是一个七和弦 三级和弦进行到六级和弦 我们再使用六级和弦的七和弦 好 六级和弦下面是二级和弦 二级和弦 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啊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大和弦 大三和弦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进入到变化和弦的领域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变化和弦的领域 用二级大三和弦 代替原位的三和弦 二级大三 这里有一个升F 好 二级下面是数和弦 数和弦 这里呢 我们用一个啊 数和弦 这里我们用一个V加 也就是数和弦的啊 数和弦的这个增三和弦的形式 好 数和弦下面是一级和弦 一级和弦 一级和弦呢 我们可以啊 用原来的这个主和弦 好 那这样的进行呢 就是啊 从三和弦到多音和弦 从自然和弦到变化和弦 从自然和弦到大三和弦到增三和弦 最后解决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音响的 音响是着部提升的啊 紧张度着部提升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讲的是两种处理方式啊 两种处理方式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举一些 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啊 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 好 那么这个例子呢 很明显 它分为两句啊 到这里呢 是第一句 从这里到这里 是第二句 那么很明显 我们啊 这是一个 C大调的 C大调 那么我们配和弦呢 先从曲式地位上 有中指的地方开始啊 中指的地方 第一句这里 它停在三音 那么很明显 那么很明显 这里配的是一个组合弦 这里配的是个组合弦 那么最后这里呢 又是停的三音 也是组合弦 好 组合弦前面呢 应该是啊 属合弦 应该是属合弦 那么我们啊 从这里开始配 这里呢 是中指前面啊 中指前 我们配属合弦 属合弦呢 这里是 G音啊 G音 我们是配个7和弦 好 这是一个属合弦 然后属合弦前面呢 是二级合弦 好 这是二级合弦 这里开始啊 这是一个若其小节 是句子的开始啊 我们可以不配 可以不配 这里是个组合弦 我们可以延续到下面 好 这地方不配 空着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看 向前看啊 这里 属合弦 组合弦前面是属合弦 好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句子的开始啊 若其小节开始 若其小节呢 开始 一般都是 配上一个属合弦 从若其小节开始 这地方是真正的 开始 乐曲的开始 那么所以这里呢 要配上一个组合弦 并且呢 看它的音是 异音和记音 正巧是组合弦的 和弦音 那么这里配上 数和弦 配上一个七和弦 好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 先这样配 好 那么这样配呢 自然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呢 我们讲究 潜词造句 讲究潜词造句 在和声上呢 要突出我们的变化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来了 可以使用 增三和弦啊 加和弦 加和弦 比如说这里 是一个鼠和弦 我们后面用一个V加 V和V加 直接对质 好 我们要突出 我们升高的这个音 V加呢 是升高这个D音 这个大调里面 好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七和弦 这个地方呢 我们啊 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使用V加 用V加来代替前面的这个V V和弦 并且这里呢 看这里 都是这个组和弦的音 组和弦的和弦 所以我们考虑 这里仍然是 仍然是组和弦 那么这是构成了一个 鼠和弦到主和弦 主和弦进行到V加 再到主和弦 下一句呢 是从二级和弦开始 进行到鼠和弦 然后与V加进行并置 最后回到主和弦 我们来听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 是通过这个 V和V加 直接并置 直接并置 这样 所形成的一个 和声与会的一个扩展 和声与会的扩展 大家可以再听一下 这些地方 或者呢 我们使用三和弦 增三和弦 这些呢 都是获得这个 和声色彩变化的 一些手段 一些手段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听一下 这个音符呢 比较的稀疏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又是一个C大调的啊 C大调 那么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分距 它的分距啊 它的分距呢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个断距 这里是个断距 若起 这里是个若起 大家看 修指幅若起 修指幅若起 所以这里是个 逗号 这里是个逗号 所以真正的乐距啊 第一距是这里 到这里 真正的开始在这里 我鼠标这个位置 第二距是若起 这里 真正的第二距的开始 在我鼠标这里 这是结束 所以我们配和弦啊 这里 我们配上一个主和弦 并且是个七和弦啊 七和弦 好 这是一个主和弦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V和弦 好 我们配上这个V和弦 使用一个七和弦 下面呢 下面呢 是啊 V和弦 组和弦前面 这里是V和弦 那么组和弦前面呢 应该是 也是V和弦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配上这个V和弦啊 并且呢 并且呢 它是这个 鼠和弦的这个三音 配上一个七和弦 好 那么 鼠和弦前面呢 应该是二级和弦 二级和弦 那么很明显 这里是二级和弦的一个七和弦 二四六一 好 那么按照这个配法呢 这里是啊 鼠和弦 这里也是鼠和弦 好 鼠和弦前面呢 是二级和弦 所以在这里配二级和弦 好 二级和弦前面呢 是六级和弦啊 六级和弦 配六级和弦 六级和弦 那么六级和弦呢 应该是 前面应该是三级和弦啊 三级和弦 但是这里呢 不能配三级和弦 因为这个和弦不对啊 不对 所以说这里我们继续延伸啊 继续延伸 把六级和弦延伸到这里 这地方六级和弦呢 它是一个啊 是个高和弦高和弦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一六一三五七二啊 构成了一个高跌和弦 那么前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三和弦 三级和弦 从我们的第二排开始配起 配一个七和弦 好 那么大体上呢 这个配法呢 就这样啊 确定了 根据我们的这个和声虚境关系 还有我们的这个曲式分析啊 鼠和弦 逗号 开始 开始 句号 鼠和弦在这儿 前面是二级和弦 二级和弦 鼠和弦在这儿 二级和弦 六级和弦 三级和弦 好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效果呢 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我们继续在 潜词造句上 下一些功夫 使用增和弦 加和弦啊 加和弦 比如说我们这里使用个 三级 加和弦 构成一个增三和弦 首先这个音要升高 好 然后这个音也是要升高 构成一个大三度 那么这个音升高呢 实际上呢 就是 C音 就是我们这个和弦音 C音 这地方六级和弦不变啊 六级和弦不变啊 这地方二级和弦呢 我们使用二级和弦的 加和弦 好 这个是五音啊 这个是五音啊 升高的五音 实际上 F音也是要升高的 五音 然后 这个地方 我们使用一个 V加 来进行 并置 V加 大家注意 这些增三和弦 这些增三和弦 升高的音都与旋律音 没有出现啊 小二度的碰撞 这是一个技术要点 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这是二级 这地方呢 我们再用一个V加 来进行对质 好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 三级加 二级加 V加 V加 现在呢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些地方呢 我们使用V加 的地 使用加和弦 的增三和弦 的地方呢 都是非常有 这个色彩效果的 特别注意这里 还有这里 这个音乐呢 显得非常的温柔 好 那么这是一个配方 配方 我们呢 还可以啊 选另外的配方 另外的配方 比如说这后面呢 我们都不动啊 二级 V加 与V对质 我们都不动 变化前面 这里是V加 这里是V加 好 V加呢 这里我们用支线啊 支线 支线 V前面不用二级 我们用四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支线啊 用中转站 四级 好 好 四级 那么四级前面呢 应该是啊 组和弦 组和弦 好 组和弦 那么组和弦呢 我们这里一直延续到前面啊 都是组和弦 使用一个七和弦啊 使用七和弦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配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组和弦 组和弦 组和弦 到四级 啊 到输和弦 后面都没有变 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针对这些和弦啊 进行加和弦的代替 比如说这里 我们升高五音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 I加 组和弦的 增三和弦 我们用七和弦 这就是一个七和弦 现在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I加 I加7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 I加的结果 我们一共使用了啊 三级 三加 I加 V加 和二加 使用了这些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使用增三和弦啊 增三和弦 来代替我们的增三 还有增三 小七和弦呢 代替我们的原位三和弦啊 在使用中呢 要注意不能与 旋律音产生 小二度的这个影响啊 这个碰撞 那么使用的好的 这个色彩呢 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向大家讲啊 这个支线上 变化和弦的替换法啊 支线上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干线上 谢谢大家